宁德时代已经成为动力电池领域 不折不扣的全球第一了 日前 外媒Klantekniker统计今年 全球动力电池领域的主要玩家情况 数据显示 宁德时代全球市场占有率达到了34% 几乎提前锁定了今年全球第一的桂冠 毕竟排在第二名的 LG新能源的市场占有率仅为14% 双方的差距正在不断拉大 继续往下看的话 可以发现比亚迪已经反超了松下 成为全球动力电池老三 而值得注意的是 LG新能源比亚迪松下三者的市场占有率之和 才勉强超过宁德时代 从这点也可以看出宁德时代的强大 值得注意的是 宁德时代拿下这样成绩的速度 简直可以被称为 神Klantekniker展示的表格来看 全球电动汽车快速发展的2014年2015年 宁德时代还没有出现在榜单中 那时动力电池领域还被松下 LG新能源比亚迪等老牌玩家轮流占领 而到了2017年 宁德时代的出货量就高达12GWH 成为了全球第一 从市场份额对比图来看 宁德时代基本独占了2022年 全球电动车电池市场的三分之一以上 今年第二大电动汽车电池供应商是LG新能源 它在全球电动车电池市场的份额要低得多 占14% 但其影响力不容小觑 2022年 全球十大电动汽车电池生产商市场份额对比比亚迪 紧随LG新能源之后 占有12%的市场份额 而松下紧随比亚迪之后 占有10%的份额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松下一直是全球动力电池老三 而今年比亚迪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创下历史新高 所以连带其动力电池的装机量也上来了 而在榜单中 另外两家韩国动力电池企业也跟得非常近 回顾一下最近十年的动力电池发展史 就会发现宁德时代确实很了不起 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走到了世界前列 2014年时 松下是电池大王 其次是日产相关的远景动力 第三名是LG新能源 然后比亚迪排在第四位 只是稍微领先于三菱萨沃萨 而那一年 宁德时代还在闷头苦练技术